除了大雨之外 风势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特别是大台北地区昨天夜里真的可以说是风雨交加 台北市广州街旁边的植物园 这当中的树木真的是不堪强风 结果就硬生生的断裂 而且还压到了旁边的民宅 那到底有没有造成人受伤呢 这里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吴怡轩来告诉大家 怡轩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缩利台风的威力真的非常的强大 在台北市广州街植物园附近 你可以看到植物园里面的树枝 整个树干都倒塌了 而且您再来看看 这两个公寓民宅的中间 这树就横跨在这中间 很多居民要进出都非常的困难 现在是大家非常的苦恼 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先来听听居民的访问 那时候四点下来的时候 哇那个 因为我连地震我都没有被震行 你知道吗 这个我吓死 这声音太可怕了 感觉好像是东西爆炸的那种 第一次发生你的 对对对 从来没有过假 那么他们说今天凌晨四点 听到这样剧烈的折断声响都吓坏了 还有附近老旧公寓的这个社区的老人家 很担心说 这个树会不会再倒塌 所以就赶紧得逃出来 但是呢 消防队员来到现场也是束手无策 现在就只能等公园处的人 看看如何来赶紧清理这个现场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的正经情形主播 好谢谢怡萱 这大树就这样倒下来 真的是把民众给吓坏了 更多的灾情报道 请您锁定52频道